那我问一下吧 我觉得你们觉得男生的幼稚 在你们的定义里面是什么样子的 空手扣来 因为我经常听到别人这样讲我 对 那他们一般讲你哪里比较容易 各个方面 对 然后经常得到这样的评价 但是我自己内心觉得我自己不幼稚 我是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在里面的 听一下大家对这个男生幼稚是怎么看待的 来吧 思维 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跟你相处的话 就是像你说的你跟朋友在一起 就是可能第一次跟女生约会 也是会选择就是大家朋友在一起相处 这样子 可能会比较依赖朋友之间的友谊的关系 但是对我来说 可能我不更希望两个人之间 就是多一些了解和相处 这样 对 我觉得如果说你的话 我觉得幼稚跟很同 不用不要说我 就说其他人也可以 你可以说 就说男生 你觉得男生幼稚 这也还好 不是说男人至死是少年吗 就是有点统真的话 我觉得还挺好的 这句话很好笑吗 就男人至死是少年这句话 挺好笑的 很多女生跟我说过 我觉得是在不合时宜的情况下 做出不合时宜的事情 说得挺好 我觉得你不要轻易被别人贴标签 那种幼稚或者不幼稚 我自己只要是就是活得开心 然后我自己该负的责任我都付到了 然后我该成为一个对社会 对家人对朋友对爱人有益的人 我都做到了 我觉得就可以了 好 谢谢 好